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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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距离太阳 大约0.7天文单位到1.5天文单位左右 而地球正处于该范围的中心 让地球的均门维持在15摄氏度 从而保证了液态水的留存 三 那么 此次发现的LHS-475B情况 又是如何呢 首先 遗憾的是 LHS-475B并不处于该恒星系的依据带内 它距离恒星实在是太近了 科学家根据LHS-475B遮挡主恒星的规律 测算出了它的公转周期 结果显示它完成一次公转 只需要短短的两个地球日 这意味着 哪怕它的主恒星是一个黯淡的红矮星 在这样的距离下 也足以使LHS-475B星球上的一切液态水蒸发 地表的温度 也远超已知生命形式的承受范围 微步望远镜的数据显示 该星球上的表面温度 可能比地球要高出数百摄氏度 这对于人类肯定是无法生存的 即便如此 LHS-475B仍然具有很大的科研价值 科学家试图利用微薄望远镜 强大的光谱观测能力 对LHS-475B的大气层进行分析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应用物理实验室博士后卢斯蒂希说 通过微博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在LHS-475B表面温度相当高的情况下 它不可能像土味6一样 拥有一个浓厚的甲烷大气层 但我们还需要微博提供更精确的数据 才能区分这颗行星的大气层中 是否含有二两化碳 还是根本就没有大气层 它可能更像太阳系的金星 拥有纯度极高的二氧化碳大气层 纯二氧化碳大气层 可能像火星上的大气层那样稀薄 因此很难检测到 目前为止 微不望远镜 还没有获得LHS-475B大气层的相关数据 这意味着或许它的大气层过于紧密 或许它的大气层早 已被主恒星强烈的太阳风剥离 在离主恒星如此近的情况下 没有大气层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四 它可能存在其他生命吗 虽然这颗行星一定不适合人类生存 但并不能完全绝对地认为 上面不存在生命 生命的形式其实非常多样 以地球为例 既有生活在地表的人类 也有生活在深海的生命 它们能够承受海底2500米处的水压 也能在海底火山口附近 承受350摄氏度的高温 这些对于人类来说 绝无生存可能的生命禁区 仍然能够繁育出生命 土威六实际探索 对土威六的研究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它的表面特征 与地球的地貌非常的相似 有河流 湖泊 大气 云层甚至雨滴 不过土威六的这些液态 河流和湖泊并不是水 因为土威六距离太阳十分的遥远 大约14亿公里 它接收的光照只有地球的1%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 它的表面温度是在零下180摄氏度左右 所以水都是以煎冰的形式存在 它们和岩石共同组成了 土威六那如同陆地的表面特征 对这样的表面特征 我们了解最深的是来自 惠更斯探测器的探测 以发现者惠更斯而命名的探测器 惠更斯探测器是目前唯一一个道过 泰坦星表面的探测器 它是于1997年同卡西尼号 一同发射前往土星 在太空飞行7年之后 它们于2004年到达土星轨道 2004年12月25日与卡西尼号分离 并于2005年1月4日 降落到泰坦星表面 那么在降落的途中 我们是通过它的视角首次清晰地看到 土威六那如同山脉 孤河的地貌特征 降落之后更是看到那些 如同鹅卵石以及陆地的表面 很难想象 这是地球之外一个冰冻的世界 土威六的表面富含甲烷 这些甲烷在这里取代了水的循环 它们从河流到云层再到雨地 从詹姆斯维博望远近的拍摄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图中上方左右两侧 我们可以看到两片白色的 由甲烷形成的冰晶云朵 也可以看到被命名为 克拉肯马雷的湖泊 这是土威六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湖泊 其面积被认为 比地球最大的咸水湖里海还要大 2009年7月8日卡西尼号探测器 在土威六的上空拍到的 克拉肯马雷湖反射的太阳光 还有在红外波段拍摄下的 其他湖面反射 这样的景象在地球之外 还是首次看到 土威六这些图片的展示 显得它很像地球 但真实的土威六看着 即使与金星很相似 因为它也像金星一样 具有浓密的大气层 土威六是目前已知 唯一具有浓密大气层的卫星 它的大气层厚度 是完全覆盖了其表面 我们凭借肉眼 根本无法看到那些山脉 以及湖泊的地貌 只能看到一颗像蛋黄的橙色外壳 所以在卡西尼号探测之前 我们是不知道在这蛋黄之内 竟然还隐藏着 如此一个特别地貌特征 与地球如此相似的世界 土威六的大气成分 百分之九十七是氮气 百分之二点七是甲烷 百分之零点一是氢气 除过这些呢 有一点很重要 它还存在一些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这对于天体生物学家来说 很具吸引力 有机化合物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下 是一步步可以通过化学反应 来演化形成生命 而土威六的环境也被认为 除过温度外 它与早期的地球很像 所以天体生物学家猜测 在这个世界 有可能会演化出生命 不过这里的生命形式 和我们地球的生命形式 会有很大的不同 它们可能会呼吸轻而不适养 它们生命所需的容积不适水 而是像甲烷这样的碳氢化合物 并且最重要的一点 它们可以在零下 一百八十摄氏度的 激冷环境下 进行新陈代谢 这样的生命形式 到底存不存在 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 或许我们要考虑的 不是外星生命究竟在哪 而是外星生命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地球诞生于四十六亿年前 并在大约三十八亿年前 孕育出了第一批生命 直至如今发展出人类文明 假设有这样一个行星 它诞生于五十亿年前 恰好也处于一居代内 按照地球的发展历程来计算 四亿年它们的文明 就已经和人类现在相当了 也就是说 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文明 如今它们已领先人类四亿年 四亿年是什么概念 以现在的宇宙文明等级来看 宇宙共有七个文明等级 其中人类只处于零点七级 大约还需要两三百年 才能进入一级文明 要从一级文明跨越到二级文明 则需要一千到二零零零年 从二级文明再到三级文明 还要十五万年 如果只算三维宇宙 那么四级就是最高级文明 到达这个阶段需要五百万年 这意味着那个仅比地球 早诞生了四亿年的行星 已经发展出了人类无法想象的文明 人类和南方古原的文明差距为零点七 那么四级文明和人类的差距 远超过我们和动物的差距 人类当初是如何对待自然界的动物 高等文明就会如何对待人类 可能它们并不基于地球上的资源 但会更好奇人类 假如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高等文明 将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希望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 不会遇到这样的文明 哎呦 微博望远镜 至于为何本次的结果如此激动人心 是因为微博望远镜 是唯一一个可以描述遥远行星大气特征的望远镜 它将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详细地看到行星 有了微博望远镜高精度的助力 科学家们可以用其传送回的数据 来确定观察结果 美国航空航天局称 本次的 惊喜 只是微博望远镜 将要发现一系列行星的开始 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 会有更多突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完后您还有何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